中立聯 ajudar這種表情 詞 shaped by 台灣 相關這作品 就是專門 accept 一切法從經 textbooks 有一次 等我們一下起來張子之後 問題就 trouver一個念頭出來 就說我是不是不愛他了 然後就一直到前一陣子又好 想說你弱焦慮了也是 後來有一次我在想說六五前又玩一個遊戲之後 然後出來大長的訓練過了 就想跟我分享他看到的事情 然後這個念頭就出來 就我是不是不愛他念頭的訓練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發生到焦慮 真的 很像早的感覺 沒關係請說我知道 首先你們一定要去了解愛這個字 當你了解愛這個字 有可能我會問你說 你從小到大愛過誰 所以跟你女朋友這一段也沒那麼大不了 你懂嗎 你沒愛過人 你跟你女朋友或者是現在多數的人 兩個人談感情 不是只有你 他都只是在一種情欲上 情欲上 不叫愛 你懂嗎 什麼叫愛 愛是沒有自己 沒有自己 對方 能夠從我身上得到任何好處 我都可以給 這個叫做愛 懂意思嗎 那你要問問看你從小到大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謂情會變 愛不會變 所以你們的 世間的愛 應該前面都還要加個情 情愛或愛情 都好 對不對 那愛情他不是愛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本來就會變 所以你也不用大不了 對不對 那現在只是說 你了解之後 你未來你要當什麼樣一個人 那麼如果你有真正的愛 你必然是建構在道義上 問題是 如果你道義這件事情都不了解 你怎麼建構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從你媽媽的肚子裡蹦出來 一直到長大 這個社會並沒有教你什麼叫愛 所以你會誤解 懂意思嗎 你現在的困擾 是從誤解當中產生來的 所以你花個時間再回去理解就好了 你一理解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那好啊 這時候你問你自己啊 你們談感情是為什麼 怎麼會講 因為愛 這時候聽我講話不太 對不對 你不太能講這個字了 怪怪的有沒有 好 那你再體會一下因為什麼 這有幫助你理清喔 我很喜歡那時候 跟他相處的良心 然後 好 一個一個來 相處的當下有什麼 有 就是 就是我很喜歡跟你相處的當下 為什麼 因為感覺很好 我感覺很好 還是你感覺很好 我感覺很好 對不對 我跟你相處 我會這樣 你跟他相處 你覺得你感覺很好 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自私啊 你哪有愛 你是要擬你那個感覺好嗎 我如果跟你相處 我沒什麼感覺 可是你感覺很好 那我真愛 我真是愛你 懂意思嗎 你要先釐清愛你 不要被你自己建構出來的假象的愛 在礦住你自己 那你看 說到這邊好像只有破功啊 怎麼辦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跟你相處 是因為我感覺很好 為什麼 你再去問 是哪些參數讓我感覺好 沒有想過 還是 沒有就是一種感覺 對不對 就是一種感覺 好 那如果這樣 那你對你的生命不負責任 你對你生命不負責任的人 你當時就對他生命不負責任 懂意思嗎 就是感覺 所以感覺本來就會變 好 你為什麼說 你不要在你女朋友身上 把自己擴大成這樣 你懂意思嗎 你在回憶 拉開你跟你女朋友 你從小到大 跟每個人相處 你有沒有變過 你有沒有變過 都變了 那為什麼你那時候沒追惡感 你那時候沒有 沒有覺得怎麼辦 你那時候都沒有 因為他沒有你女朋友給你的回饋 那如果是這樣 那你不應該講我對他的愛有沒有 沒有 而是你應該回來我 這一個欲望的部分 怎麼去面對 懂意思嗎 那欲望這種東西 你得理解 你必須要去提升 他才能超越 所以 沒學習 這一個問題都解決不了 他只是換而已 哪天是過境前 對不對 感情會什麼 會變嗎 佛家講 情是作用 刹那生變 一下就變了 像番書一樣 對啊 你比如說 剛剛前面講的 要知恩報恩 我說很難 現在 那你們要維持也很不容易 對不對 很稀有動物 你看我們身邊經歷多少人 從你身上的大好處 後頭歸拜感恩到不行 對不對 稍微 你不能這樣 他就翻臉 像番書一樣 對不對 懂意思嗎 這就是你們的生命 執信 我指的是什麼 人性 人的習性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 你得要拉回來 怎麼樣 做 他這個人的習性 才會改變 改變成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就解決了 懂嗎 好 那你就要訓練你的 執著少一點 分別心少一點 妄想少一點 透過少一點再加碼 最後少很多點 對不對 少很多點再加碼 最後都沒有 那你執著會先沒有 分別妄想 這是你執著一沒有的人 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自然就消失了 那時候都是好的 懂嗎 那我們先不講沒有 執著可以減一大半的 就已經感覺生命狀態很好的 這個問題也就沒有了 因為本來就會變好 你的受用本來就變好 那這個受用就不是 從對象建構出來的 這雖然是你從內而外自然流露 所以人家講月至心中乃 對不對 你們快樂是建構在外在 只要建構在外在的任何一個快樂都會變 你要認清這個大自然法則 你不認清你就會痛苦 你認清你就會符合大自然法則去運作 你就會越活越快樂 所以你應該去什麼 找尋你內在的喜悅 而不是追求外在經過的快樂 懂意思嗎 所以我剛剛訪問你 不是無厘頭 是要讓你去明白 找回當時 不要把你未來的幸福寄託在過去的曾經 懂意思嗎 因為逝者已逸 過去不再了 你現在也回不到你嬰兒時期無憂無慮 懂意思嗎 可是你可以創造未來的無憂無慮 你為什麼不要 懂嗎 啊 你也回不到嬰兒時期的幽迷迷 對不對 那皮膚對不對 嬰兒皮膚啊 吹彈可破啊 你回不到啊 那你現在會為了你的皮膚粗糙 你不能自己嗎 懂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可以遇這個對象 而不能自己 因為那個皮膚變粗糙 不會不能自己 因為你沒有平等觀 懂意思嗎 你沒有平等心 所以你要多去學習訓練 怎麼樣建構 平等 這些概念 怎麼樣建構者的這些概念 那麼你這些建構出來了 你現在的問題就不會有了 懂意思嗎 你看到原來的對象 你的觀感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所以因為你不是建構在外 在任何一個人事物的 你是自己的圓滿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多花時間 去理解這些理路 多花時間執行這些理路 只要有這兩個就解決了 那當然這兩個的概念 你願意的前提 你要先有一個動作 就是先擋掉一些無謂的雜質 網路的訊息 無謂的擋掉 跟忍在互動 聊天 無謂的擋掉 你全部被浸泡著 浸泡在這一些 進垢 平等 心 喜悅心 覺心 慈悲心 這一類的 你浸泡在這一個染缸 你久而久之自自然染 就變這樣 就變成喜悅 懂意思嗎 對 要去解決問題 不是光在那邊想 這可以明白嗎 這樣可以理解 他知道怎麼做嗎 行為上 如果一些事情 不知道怎麼做 可以請教小光老師 是啊 那也許告訴你 那個事都去做 究竟有沒有多拜佛 最好不要讓人家問 你最近 拜兩個鐘頭 嗯 五個鐘頭 這樣就對了 這樣你就很快就有救了 對不對 光老師你看清我了 對不對 你熱山鬧事了嗎 對不對 有剪個垃圾嗎 兩片嗎 兩袋 哈哈哈哈 等等啊 這是比喻啦 我還希望你可以往那邊去 拓展你的人生 懂意思嗎 找熊天在喜悅 可以 熱山 熱山浩斯 有 嗯 熱山浩斯的人 他內在的喜悅自然會出來 嗯 平等的心 平等的心要經過概念 對不對 不要這個喜歡那個我不喜歡 那個我要付出這個不要付出 平等心就是你遇到了 隨緣了 你能力所起 都用同樣一顆 要往滿他的心去 運作 好運作 這平等心 懂意思嗎 是 對 對人失誤 都是這樣 好啊 那如果沒有就到這邊了 好 對 對 好 好 對 感谢观看